大家都在看日本基金现在正处于数十年来最有机会摆脱通货紧缩的时刻 日本央行在担心什么 他们担心如果现在改变政策方向 那可能就会影响企业的加薪意愿 多年来抗通缩的努力最后就会功亏一篑了 而日本央行为了坚守超宽松政策 他们只能一直买债 日本的工资还越买越多 持有的部位已经超过日本的GDP 等于已经是买了一个日本 经济学员就警告了 日盈为了坚持宽松 持续的砸大钱收购日本公债 硬撑殖利率曲线控制的政策 恐怕会得不偿失 那么去年确实十二月底 日本央行有个动作就是放宽了 YYC上线中提到的殖利率控制曲线的上线 我们视为实质升值 所以当时市场就大举的押注说 政策应该会逐步的转向 那迫使日盈他们就要更用力的来收购公债 才可以把利率压低 好到底买了多少呢 我们说买了个日本直接来看看了 总共金额是31.5兆日元 换算美元是2430亿 相当日本GDP的6% 许多种类债券发行 几乎全部都被日盈收走 市场流通的日本公债 现在超过半数都在日本央行手中 部位高达了563兆 规模有多大 到底是什么概念 这个部位是比日本的GDP还高 但是根据经济学员预算了 估算日本的公债值率提高0.25个百分点 已经造成日本央行账面损失高达了600亿美元 这些都是日本纳税人的钱 日盈坚守G率曲线控制政策 恐怕是得不偿失 代价高 日盈当然心里有数了 可是日盈更怕是什么 他们更怕是日本摆脱不了通货紧缩 截至3月底为止的2022年度的核心通膨率 虽然上看3% 可是日盈很怕只是昙花一现 因为他们预估了今年2023 还有明年2024都将会低于2%的目标 做到解决结与表现了 这样 Joel 我再给你打掌 我再给我的戴掌 你这有几十未来 我再给你打掌 我再花用